欢迎大家来到赖安乐 然后我们今天要测的主题呢 就是娱乐项的 然后测一下我们未来的 另一半它的家是到底如何呢 然后还有它自身的一个工作能力如何呢 然后接下来是一二三四五五组牌 然后大家一定要深呼吸 然后保持安静 静下心来选择第一感觉的牌 好的现在现在开始解第一组牌的宝宝们 你们未来一半家境有钱吗 或者显赫吗 从这个排面来看的话 你们未来一半说实话 不是说属于那种父母非常非常有钱的 或者是非常显赫的名望家族 可能属于那种普通的工薪阶层 好一点的就是父母都有能力赚钱的那种工薪阶层 自身的父母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受教育程度 或有一定这个经济收入来源 就是说家庭不会太差 但总体来讲就是 大多数父母属于那种工薪家庭居多 也就属于那种老百姓呀 工薪阶级呀 然后有稳定的这种薪水的这种感觉 所以总的来讲 未来那一半的家境不会说太差 但是也不至于说很显赫 或者非常有钱 或者非常家财万贯怎样的 好的 然后再看到这个盘面 还有一个情况 我重新再说一下 大多数人是工薪阶层 还有小部分人 你们未来的这个另一半的 他的家境很有可能 自己也有可能是开小公司 或者小商贩的 会有一些雇一些小的 就是一些雇一些员工之类的 但是不会属于很大规模的 看起来就是那种自己有余力 然后能够去同时负担别人 或者去给别人发放一些薪水的 这么一个模式 也有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了 对方的家境可能稍微还可以 但是不是说非常有钱 那种大财主倒不是 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这么一个状况 经济状况还行 还行 还可以这种状况 然后你们未来伴侣 不用担心 就是哪怕他们家境一般 或者家境没有说很家财万贯 但他们他 他们自身的能力会非常的好 因为从这个念人牌加上这个 权杖六来看的话 他们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做领导的范儿 天生就是在人群当中 不会是那种默默无闻的 或者在一个企业当中 不会是那种 非常的做一些小螺丝钉一样的 这种角色 更多的他们可能会担任企业当中的领导者 团队当中leader 这种比较能够说上话的一把手 或者是那种二把手 或者团队当中的组长 或者团队当中经理 之类总归 他在他自己的本工作领域上 他肯定会有一定的自我的一种成就 或者自我的一种工作能力 所以这种类型的人 和他在一起 你不会觉得说会过得很差 或者很穷 对方有一定的自己工作能力 哪怕不靠他父母 他自己也是有工作能力的 而且他对外社交方面 他是比较有天赋的 他会比较容易和人群当中去社交 或者比较容易和别人去打交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在外面人缘关系会比较好 那这样人缘关系会比较好 更加能够触动他的这个跟随者 或者他自身的一个工作能力的一个展现 就是会有很多人 对他有一种幸福感 崇拜感 或者对他有一种想要跟随他的这种想法 就是他外面人缘关系各方面 不管是下属啊 还是他同事还是上司 都会相处比较和谐 这个人是一个情商比较高 或者比较懂得对外社交 在这个工作层面上 很会和大家融合的这么一个 整体的个性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第三组的朋友不用担心了 你们未来的这个 另一半也不会太差 哪怕他不靠家里 他自身工作能力也是很优秀的 人群当中比较能够做领导的 能够有自己一定的威严 还有自己能够带领团队的这种能力的 是一个未来发展不错 是一个潜力股 也许你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领导了 或者是说你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比较平凡 但是他们一定是潜力股的 这一组 说到这一组 你们未来另一半 其实能力不会太差 所以不用担心了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第二组牌的宝宝们 你们的未来另一半家事 如何工作能力如何呢 哇 女皇牌 看起来似乎还不错 首先呢 从你们的这个抽到的这个牌来看 女皇牌代表说 它是一种物质丰饶丰盛的感觉 所以你们未来 嫁的另一半 她家境不会太差 可能比普通家庭要好一些 就是可能是有一定的物质资产的 有一定的这个产业的 可能家里自己祖辈可能开公司 或者家里祖辈会有一些房产 会有给他们子孙后代留有一些遗产的 一代一代的传承这种感觉 或者是他们本身来讲 就是他们父母就是很有能力的 能够经营某一项事业 或者是在他们本身的事业里面 做得非常的杰出 就像女皇一样 像这种人中之龙凤一样的感觉 他们父母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他们父母给 给他们创造一个丰盛的物质环境和条件 所以你们未来那一半很有可能是 生长在那种吃穿不愁 然后家庭条件各方面还不错的 肯定是优于大多数平常人家的 所以算是比较有钱的这种家族了 或者比较有钱的这种父母 父母的这种工作能力 社交魅力 或者他们本身的这个产业还不错 本身来讲的话 是一个物质丰饶的一个家族 不会愁吃穿的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还不错了 恭喜你们了 然后再看到你们另一半 他的这个本身自己的一个工作能力 他自身的一个工作能力 他很有可能会比较有创意 可能跟艺术相关 或者跟创意相关的一些行业工作 或者是说他本身来讲 他在他本职位 不管他做哪个方面行业职位 他都能够在本职位上充分发挥 他自己的一个个人创意 所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有时候容易天马行空的 比较乐观的 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抱有好奇心的 喜欢东学西学 也就是他不懂的东西 他就很好学 他喜欢去学习 他喜欢去观察 他有很多的好奇心 类型还有很多对事业的一种憧憬 也就是这个人他对事业 他对他自身的东西 他不懂东西 他是很好学的 而且很有这种创造天赋 或者自己的这种创意 创意灵感天赋 他可以在他本职位 或者他自身经营的一些事情上 能够找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 就是创意点或者突破点 然后和别人做的不太一样 也就是他是一个富有创意的 这么一个头脑凝活的 富有创意的 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 这种好奇宝宝 喜欢学习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总的来讲的话 他的能力是在不断进步的 也许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这个阶级 但是你和他相处一段时候 你会发现 哇他怎么学了这么多东西 他就在短时间内 他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 他感兴趣的东西 就他的爱好会非常广泛 很好学 或者是说他在他本职位来讲的话 他是很富有创意的 他不会呆板 他会很活学活用 能够在他本职位去发挥 他自己自身的一个创意 所以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 有时候会有点天马行空 你有时候会觉得他 他想的会比较的富有创意 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 他是那种 不会太走寻常路的 他可能更多会发挥 他自身创意 然后去发挥 他自身的一个优势 或者是说 和别人与众不同的一点 然后让别人觉得 哇他蛮有想象力的 非常有自我的一个 主观的这种创意 或者自己的创造力在里面 总而来讲 你遇到他的时候 他可能就已经有一定成就了 他的工作能力 总体来讲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个圣杯酒 就代表说 他对他自己的工作能力 他自己也是很自信 很满意的 甚至有时候满意到 有点你会觉得 他有点臭屁 喜欢炫耀 或者有时候你会觉得 他有点就是自满 他会有一点点 本身他生长环境 就很不错 然后又加之 他自己本身的创意啊 或者他自己能力 又还不错 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人比较的自信 甚至自信 有时候会有点过头 就是有点小自满的感觉 而且他这个人啊 他可能会有一定的 这种经商天赋 可能源于他父母 给他的从小的这种 耳濡目染的教导啊 他父母本身 可能是那种高知分子啊 或者本身他父母就 如果不是高知分子 那也有可能是事业有成的那种 父母是有一定自己产业的 经营了一些 很成熟的一些事情的 所以他从小到大 在这种优良的 这种环境教育下 他也熏陶受到了 这种父母的传承 他自身来讲 他能力也是很足的 他能够去领导别人 或者他能够把事业 做得比较的成熟 或者很好 总体来讲 这个人是一个 在个人能力上 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不光家庭 还比较有钱 他自己也是比较会赚钱的 这么一组 所以总体来讲 恭喜第二组宝宝们了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第三组的牌 Temperance Page of Swords Nine of Cups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对方是怎样的一个家境呢 他自身工作能力怎样 首先这个Temperance啊 Temperance代表说 他们家境啊 属于那种比较普通的 或者是说 父母来讲的话 比较的节俭 他们不会去过于去享乐 或过于去花费和滥费 所以说的话 这种家境出来的孩子 他自身来讲 他可能会也会有一点 继承他父母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不会做一些 无谓的滥费啊 或者是说他觉得 该买则买 当买则不应该 就是当买则买 不该买的就不应该去 瞎浪费钱 他父母就是从小教育他 可能他们这个家庭传统 就比较严谨的 或者家庭传统 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 或者比较的 懂得去平衡的 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他们父母啊 可能更多的是 工薪阶层 或者父母 就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那种家庭 父母从小的这种理念 也是你有多大能力 你就做多大事情 你有多少的财富 你就去买多大的一个房子 或买多大的一个张罗 多大一个事情 他们不会倡导说 太过于滥费 或者是太过于扑张 他们更多的觉得 万事万物顺其自然 有多大能力 做多大事情 所以他们父母倾向于 是比较节俭性的 而且家境属于那种 比较的普通的 就普通老百姓的 或者普通的这种家庭 所以在这种家庭 培养下来出来的一个孩子 他自身可能 你们另一半也不是 会特别奢侈 铺张浪费的 就是他本身 对自己的一个打扮 或者对自己的一个支出 他都会安排在 一个合理 有度的一个安排之下 然后本身来讲的话 他自身的一个工作能力 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保健 是从和一个圣杯启示 从这个牌来看的话 他自己工作能力 来看的话还可以 但是呢 他这个人 他可能会很多的 去接触到很多新的讯息 很多新的文字啊 诸如一些处理文字信息啊 或者处理一些沟通啊 经常和别人沟通 打交道 处理一些文字 或者处理一些数字 一些各种信息沟通 各种的文字信息的 这种沟通 所以处于那种 经常到处跑的 或者经常和人 打交道沟通的 或者经常的传递出去 给别人传递信息的 比如说报社啊 或者这种杂志社啊 或者是那种 对外的这种沟通的部门啊 销售啊之类的 也就是他会经常的 到处去资讯 到处去传播这种资讯的 这么一个工作 会到处跑 然后内心也会充满 对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这种好奇心 也就是他会对一件 他未知的事情 他会充满了这种好奇心 会到处去打探 他不懂的事情 或学习他不懂的 一些领域的相关资讯 也就是总体来讲 是一个好奇宝宝啦 比较容易好学 比较容易去 吸收各类的新鲜资讯 有时候可能还会 有点喜欢看八卦 或有时候会喜欢看 各类新闻 可能每天经常看 新闻年播啊 或经常看这种 娱乐资讯啊 也就是不管是 新闻年播 还是娱乐资讯 他肯定会比较喜欢 去收集新闻类信息的 他会对这个 当下的时事动态 或者当下发生的 热点大事 比较敏感 比较有兴趣 然后呢 他本身来讲的话 可能更多的就是 他会比较善于 和别人互动和社交 也就是说 比较适合做那种 内似公关啊 或者和别人经常互动 打交道的这种职业 工作能力来讲的话 是一个 能够在任何企业当中 能够做的比较如意得水的 或者能够融入到人群当中 和大家打成一片的 就是他不会有很高的 这种摆高架子啊 或者说很傲气啊 之类的 他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讲 比较随和 人气比较好 或者是说 和大家相处会比较来 就是和别人和他接触 都会觉得他这个人 嗯 还是比较好融入团队的 比较好打交道的 然后也是一个各方面 就是比较温和 性格比较温和 做事情有理有度 这么一个状态的人 就是感觉温文尔雅 如木春风 或者让人感觉到 嗯 就是 接触下来 觉得他其实是有 他自己的一种能力的 但是呢 他又不会做事情 做得太过 总是点到为止 让人感觉到 跟他相处很舒适 所以工作能力来讲 还是不错 还是可以的 只是说 他自身来讲的话 更多的是 他可能会需要 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进步 因为他是一个 比较好学的人 所以说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步 慢慢慢慢的一个成长 这么一个类型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第四组 哇 这么多心病 你看第四组宝宝 就是幸运宝宝啦 首先我们来看看 你们抽的第四组宝宝们 你们另一半的家世 家境如何 对方显赫吗 是有钱人吗 嗯 总的来讲啊 你们的未来的另一半 很有可能是有钱人 而且他这个有钱人 不是光他有钱 他父母也有钱 也就是他从小到大 或者是说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 不缺钱用 应该是那种 家族比较显赫的 家族有自己开经营公司 或者自己有经营 某些产业的 感觉是那种 比较显赫 或者比较有钱的家族 然后他们家庭内部呢 整体来讲 是一个比较和谐的 或者总体来讲 是一个比较 就是在物质层面上 是比较丰厚的 算是那种大家族 或者那种有钱人啊 就属于那种家庭 家庭条件会很优 很好的这种一类人 就是家庭 应该还算是比较显赫的那种 然后再看看 对方的一个工作能力啊 工作能力的话 抽到一个权杖女皇 加上一个道调人 他这个人能屈冷身啊 他这个人非常的聪明 就感觉到 就是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懂得忍耐 他懂得能屈冷身的道理 他懂得不急于一时 他懂得把自己退让一部分利益 然后去成全 去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利益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的 非常的有智慧 有智慕的一个人 他懂得该在什么时候去退 该在什么时候去进 而且这个权杖女皇 也代表说 他对他事业是非常有热情的 雄心壮志 会有自己对事业上的一个规划 所以这个人 不管遇到低谷挫折也好 他会比较的懂得退让 隐忍 懂得去以大局为重 大局观很 就是非常有智慧 或者是说非常有大局观 懂得在低谷时期 或者当他不太好的时期 他懂得去退让自己的立场 他不会去硬碰硬 懂得去服软 他懂得去以退为进 其实这是一种大智慧 其实有时候服软 并不代表说他认怂 他类心其实是很聪明的 很有大智慧 很有想法的 但是他事实的服软 是为了他未来更好的成功 更好的去发展 所以他事实的服软 他这个人是很有智慧 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静下来 按字里 先慢慢的观察 他懂得什么时候去 不要去行动 慢慢的去积蓄 他的原始的力量 然后到了该出手的时候 他才会出手 所以是一个能屈能伸的 这么一个人 也可以说这个人 有点腹黑了 就是说他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懂得 不会和别人硬碰硬 当他和人起了一些 意见和冲突 或者是一些 逆上冲突的时候 他懂得去退让 给别人好处 让别人更多的就觉得 哇他这个人好好 就觉得还不错 这个人适合 值得长期的合作和交往 说不定能给他未来 带来更多的商业商机 或者利益 或者合作项目 所以他是懂得看长远的 他是懂得放长线 钓大鱼的 类型是非常 有自己的算盘的 所以说是比较 说的非常好听 就是这个人能屈能伸 非常的懂得 事实的服软 但是说的就是 比较的 就比较的 如果说 也可以说 他是比较腹黑了 或者比较有心计了 懂得盘算了 这样子 但总体来讲 他这盘算 都不是说害别人 他不是说一个坏人 腹黑是打引号的 就是他这个人 是有大智慧的 总体来讲的话 他是懂得 在一定的时候 去退让自己的 而且在该出手的时候 就出手 权章女皇 就是他很有 自己的规划和想法 对自己的事业 也很有这个冲劲 所以他懂得 在该出手的时候 要懂得去 适时的出手 去对事业 进行一个猛攻 或者对事业 进行一个 就是快速的向前冲 他只要找准那个时机 他就会迅速的行动 迅速的往前推进 当他积蓄已久之后 把自己能量 或者他自己觉得时间 已经时间已经够了之后 他就会自己勇敢出发 然后非常有自信 有决断 你把他所有的力量 攻注在他的一个目标上 然后一举拉下 所以是那种容易做成事 容易成功的一类 所以哪怕他自己不靠他父母 不靠他家人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大智慧 能屈能胜 能够做成一番事业成就的 这么一个人 很容易自己当老板的 就是他的格局很大 因为他有智慧 懂得能屈能伸 而且他拥有目标和野心 所以是一个容易在社会上 成为精英 成为成功人士 能够自己去创造自己的 这个江山和王国的 这么一个人 所以总体来讲 你们另一半是能力很强的 然后本身来讲 他们家事也是可能会比较有钱 当地 在当地或者在一个某一个 他们自己的一个圈层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恭喜抽到第四组宝宝们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抽到第五组的牌 新币其实 Line of Pentacles 就是他们的工作能力 好的 总体来讲的话 你们未来另一半呀 他的家事不会是那种特别有钱 特别显赫的 属于那种普通的家庭 或者是说他们家族 不会太缺钱 就他们家里父母 不会说是很缺钱那种 但是呢 也不至于说非常富足 他们是懂得计划消费的 也就是可能更多的 懂得去存 他们是稳扎稳打型的 赚了钱 可能存了一部分 然后用一部分 把他们的收支 调节在一个度里面 不会太贵 铺张浪费 很实际的一群人 所以说他们的家族 他们自身的一个家境环境 属于那种 要么比较普通 要么稍微的小康 这样子一个状况 就是 总体来讲就是 父母比较善于去规划 善于去合理安排 家庭的收支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之内 然后也不会太过于 去铺张浪费的这一种 所以也不是那种 非常有钱 或者家财万贯 很显赫的那种 倒不是 就是可能更多是那种 多劳多得性的 或者是一分跟云 一分收获的这种家族 然后再看你们的这个伴侣 他本身的一个工作能力来看 他可能更多的喜欢去 在一些稳定的机构上班 比如说大的财团啊 大的五百强啊 或者大的国企啊 公务员啊 或银行机构 这种公家单位机关 也就是他可能会比较 倾向于喜欢在很多人的这种团体 里面上班 他喜欢求稳 因为从他本身的家庭的这种 对他影响来看 他们就是父母也喜欢 他们自己的这个后代啊 是比较稳中求胜的这种 所以他们更多的可能会 处在一种比较大型的集体 或者大型的这么一个 公家单位这样子一个状况 就是喜欢在大企业里面 稳定的上班 稳定的日复一日的这种工作 上班族 但他本身自身的能力 潜力还是有的 从这张牌来看 就是他其实有一定领导 天赋和潜力的 但是他可能有时候 他会有一点点 对他自身的这种工作 会有点厌烦 他会觉得 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 每天安安稳稳的工作 感觉有点无聊 但是他似乎又很难 去挣脱他的一个 这种无聊的现状 因为他觉得稳嘛 所以总的来讲 他是求稳的 但他内心有时候 会有一点觉得 在这个大型的这种 这种公家机关 或者大型的这种财团 大型的这种 企业里面上班 他会觉得 有一点点 一成不变的无聊 但他更多还是 可能会屈服于 这种团队里面合作 就是他会比较的容易 去陷入到他的这种 稳定的这种环境当中 虽然内心可能有时候 会有一点其他的满腔热血的抱负 但是更多他只会想 他可能不太愿意 去打破他的稳定度 他更追求的是一种 和谐的或者是 大团体的这么一个 大家和谐一起 分工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他是一个配合度很高 然后很能够融入团体的 这么一个个性 然后工作能力来讲的话 工作能力来讲 他如果长期处在这种 大环境当中 他会一步一步一步 朝着他目标去前进 可能会工作很久之后 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晋升 也就是能够做到一个职位 或者能够当上领导之类的 也就是他会有这种领导的潜力 不管你当时遇到他 他是否是领导 但他会有这种领导的潜力 会有自己的一份 一份这个事业上的成就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这个抽到第五组的宝宝们 对方呢 属于那种稳扎稳打型的家庭呢 也不是属于非常显赫的 属于那种也是 父母也是那种工薪阶层 或者稳扎稳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那种 喜欢融入很大型的团体里面 大家一起耕耘一分收获的 这种稳扎稳打的个性 然后呢 自身来讲也是有一定潜力 未来可能会升上一定的职位 做他自己可能更擅长 做的某些领域的领导啊 或者某些这个圈子里面的 这个leader啊之类的 但是这个人 你遇到他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是领导 也有可能不是领导 但他未来 我觉得他还是很有 很大潜力 可以升的 往上升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